Hello 你好 我是Ryan Hello 你好 我是梁叔 那么欢迎来到今天的聊天解析啊 又是一期社交软件聊天 一个学员发过来的案例 那么这个学员啊 跟女生说 你是不是经常上这个社交软件玩 然后这个女生的回复呢 是我只是偶尔上去看看 碰一下运气 看能不能遇到呵呵 好一个偶尔 好一个呵呵啊 好一个碰一下运气 看能不能遇到 这个其实也比较好回复啊 理解了 因为这是一个人 他的一个防御方式 或者一个人呢 他就是不想让你看到 就是我是天天看 上次就软件了 让你感觉到我这个人呢 真的很无聊 乱八七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的回复是什么 我的回复是我先给一个啊 我的回复是 如果天天上 会不会运气好一点 天天上 增加几率 增加几率嘛 然后呢 你都想碰运气了 然后呢这时候呢 我呢干嘛 我可能会跟着他的节奏走 我会怎么走呢 我的回复是 那看来我们都挺佛系的 这是第一点 你也差不多 对 然后第二点 我会直接干嘛呢 去试探一下他 怎么试探呢 跟他讲 你说第一次看到女生 还需要碰运气 什么感觉 就是怎么可能碰运气嘛 你只要注册就有 你像我们那些助理啊 对吧 他只要一注册 我告诉你一天几十个 对 所以呢 根本聊不完 我告诉你 聊都聊不完 什么样的牛马蛇神 都有在里面 是的 是的 所以兄弟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有没有学到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 你们的回复 是的 记得点赞关注 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 再见 再见